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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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因為你會看 如果你跳上來之後 兩個點頭在同這區塊 那就是你跳上來的那個就是 因為LCA不可能是 LCA要嘛是在同 如果你在同條件上 那就是一個點頭 一個點頭 一個點頭 但是如果你在不同區塊上 你一定是某一個點頭 要發力 所以在宿舊國賺的每一個點頭 並不是這個不達的位置 他就準備一個判斷 判斷說 如果是兩個都在同一個區塊 這個同一個區塊就看 最後一個套上去就跳上去 那我們的LCA問題問的是 一間平坊隨便的數 然後一樣問 我從A到B 那個B的最進風的部分 那他一樣 就是如果A跟B在不同的岔路 它就是較差的 如果他在同一個面上 那就是其中一個角色 這樣子 他怎麼做呢 嗯 嗯 一般而已我們裝備跟法 對 那備跟法怎麼做呢 就是 只好你要做 嗯 通常我們會用動態規劃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 動態規劃很大好險 那 阿倫 我們會這樣做的是 呃 我們去記錄一點點 去聽來 IJ表示 等於 他一個 2J 的標準 對 對 就是 我從 I這個點 往上跳 跳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 他的第二 二等於是能改決 那 如果我往上跳 兩個 的話 那這個就是 他的二等於是 沒有 這個二等於是 二等於是能改 然後再來 就是一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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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子聽你們的事情 DDI 0 就是 自己的Terror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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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做 DFS 或者是 不管你要做什麼 劇組名的時候 如果 會找到 這個 認真嗎 那 那 什麼方法會想說 就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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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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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可以改決 就是他已經 跑去 數個難民 那 我們就射可 這四個 數字 表示 不然的話 然後 D D I J 會等 他會等於 他會等於 那 你說 這樣是跳2的I 四方的 這樣也是跳 2的I 四方的 那 從這裡 跳過來是 2的I 加1 加1 所以 所以 呃 我這邊寫 加1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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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 我 DDI的 J 加1 這條 就等於 你在這一個點 往上跳 後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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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點 這個點是自己先跳2的I 那 他等於 自己先跳2的I 跳了二次方的這個點 好 沒有了這個 就可以把整個機器表的推出來 這樣子 很簡單 那 要怎麼說LPA LPA的話 呃 他的步驟是 這樣子 第一個步驟是 第一個步驟是 我們先檢查 兩個點的深度有沒有 如果 如果一個點比較深 一個點比較深 我們就把 比較深的點 移動到 跟他一樣深的位置 所以 我們會有一個函數叫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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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他要回船 他要把 D 一個點 往上跳 K K 4之後 那 這要怎麼跳 因為你有很多條 所以 你可以把K做 二進位分解 然後 你就二進位分解 比如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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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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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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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我們可以製作一個函數叫 Jun jun本是什麼 Jun本就是那一張 給你一個一個點 然後往上跳IT 然後就用二進的根據 對好像二進的根據不好 那二進門會寫什麼 比如說 寫的厚的藍臉 有那麼危險把人鬼劍弄好嗎? 因為那時候可是弱的很好 那就是 啊 啊 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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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做20層 沒有寫的 這他20層 非常的深 然後就 如果 K K的DI的bit是B的話 他這個鞋法 K的DI的bit 這個鞋法很多啊 就看你喜歡的 就是往左邊 你也可以把 K的E 往右邊 如果 如果這樣是對的話 那 你就 你 B就整個 你 是把G條 你 B的 這樣 把G往上叫2 然後 然後最後的 最後的B就是你 你就是跳 K的 因為 因為我這個I 是在2的I 4 那個東西 那個地方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如果 如果他 N1的東西 就往上 這樣可以做 那 那 有了這個Jump 我們可以來做什麼的 那 怎麼做 第一個是 調整深度 如果 兩個點在不同深度 裡面 所以 我們先找深度最深的 那 深度最深的 對 就是 因為你在做第一步驟 你要先找Taradon 你要找Taradon 然後抽 進去 第一步驟先 把它移動到 呃 深度 有這個深度是I 深度就是J 你就往上跳 I I 等J 跳上來 對 你這樣跳上來之後它要更衝 因為如果我現在一條鏈上它就從I 跟J 那這樣它就跌在一起 那 如果 跳上來後你發現 I 就等J 那 來我直接就走 不然的話 我們 不然的話我們這邊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跳上來之後 我們用二分搜尋法 我們二分搜尋法去搜 這個 這個點子不對 那怎麼搜呢 那 我們就從 最大的序驗開頭 譬如說 你看 十九 如果 我兩邊同時跳 二的十九四方上 跳一個很大的一步上去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 他們的 超速範圍跟遇到一樣的 或者是比較一樣的 對 對 就是他們跳上去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就表示 這個點可以是 反之 如果跳上去之後 這個序驗 呃 它兩個一樣 兩個燈板是不同的點 嗯 那我就把 兩個 兩個點都往上 對上去 這個序驗開頭 這序驗開頭 這序驗開頭 當這個序驗開頭 那 十座怎麼做 十座是用 呃 因為 這個二分搜尋法 可能比較少的十座 因為 一般的二分搜尋法都會嫌一 怎麼用呢 那 其實有一種二分搜尋法的實作 是 只給區間大 那 這個 這個只給區間大 像我們 兩間 二分搜尋法怎麼做 它是我的人 就是 它 就是比如說我要查一個區間 然後 你要二分搜尋的區間 然後 那 那 那 我又仔細開網 以及 每一塊的大筆 如果 我的 如果我的答案 在 如果 先看到這個點 如果我發現我的答案在 六半鐘 那 我就把它 搜尋到這邊 然後 然後 把 那 反之 如果 我的答案在九半鐘 那 我就 我 不動 再 所以 這也是一種 合分搜尋 那 我們這座 LTA的時候 我們就往這 我剛剛講的這個合分搜尋 所以 它怎麼做 就是 它 在外面就有一個問題 那 我們從 最大的區間 開始 直到 直到 直到它最小的區間 然後我們判斷 如果 我們 呃 假設這個是 A跟B 這兩個 如果 A往上跳 A5跟 B往上跳 如果 負是一樣的話 那 那就等 那 表示區間太大 那我們就要把區間變小 那 區間變小就是 呃 就繼續進行回圈 所以我們就不動 就不動 就不動 反之 如果 這兩個不一樣 如果 兩個區間不一樣的話 那 表示我們 我的 呃 我的空位太 我的空位在後 我答在後半段 所以我就把自己往前轉 哦 所以我的 我的 我的 A就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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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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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做完二分鐘 做完之後 我的答案是什麼 我 做完的答案 答案是 因為 A 的 呃 答案是 D A 這個 這個開始我們要打 嗯 知道 這可以贏 那 之後我們答案就是 那這個方式 那 為什麼 這樣我們就做完 LCA OK 那 為什麼LCA很重要 因為 你的LCA像 在縮電果分的時候 我們就要早轉合電 其實 我們就只要算 貼到整合電 跟貼到整合電 跟貼到整合電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時候我們只會做 ROOT到A ROOT到C ROOT到D 我們不會做A到D 那 或許我們就可以把答案 轉開一些 就是如果 你之前想 我們可以到B 怎麼辦 那我 或許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ROOT到A 加 ROOT到D 的答案 再減掉 所以 ROOT到LCA 的答案 那我就可以算出 A到D 的答案 所以 LCA的用途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那 至於你要算什麼問題 我看什麼 然後 ROOT 就是在做 A到D 就要出到 ROOT到D 這時候A到D 就會這樣 ROOT到D 指數才可以 ROOT 就是 如果你這邊 在做MING哥 那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不小心 ROOT 做出壓力 ROOT 所以如果 A到D都 ROOT 如果 ROOT到LCA 都只有一個 ROOT ROOT 如果你一天 翻上去去 就沒有問題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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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均可以做操作 平均整個下面是做平均做操作 可是我們今天回答的問題是 我只想對第二組的部分是很好的 那以就是論LCA的演算法來說 我覺得背增法是裡面最好的方法 因為背增法有一個 背增法也可以做一個jump數 這個jump數可以移動在地上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想要求LCA 我們想要求LCA下面那個點 那你就可以透過jump數去求出來 因為你用其他辦法不一定能求出來這個分解 這是二輕微分解我們很好的 因為它允許你跳隨便的分解 所以你可以先算出你到LCA的場地 就把K寫進去 你可以算出LCA的下面 數的問題就是 所以用LCA的話就是我們把數的問題變成 數的區間超過問題變成 A到LCA的B到LCA A到LCA的B到LCA 就要兩倍的LCA到LCA的區間 只要你的面算就可以做解法 所以我們就能用LCA的區間 如果你不能用解法 所以我們就要數練夥分 因為數練夥分只有把區間夾起來 這個很做完 有一個動作是把區間夾起來 我從後不讓你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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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區間 區間就大就不一樣 哦 是吧 因為如果這個區間就大就不一樣 那你直接斷了就好了 所以我先看看 當然 沒有 當然如果你要手去先課大集的話 你不就用這個 而是你直接算出我的直接任號 然後你就直接跳到LCA 也不是跳 就是這樣 就是 這公式不是寫實的 你可以去改 就是 你可以算A到LCA 那你就不用算 你就不用算 你就不用算 A到LCA的最大的提升 B到LCA的最大的提升 是吧 你就不用扣全部 這個減兩倍的這個是用在統鮮平的卡 他可能求 求任兩 可能 他由於心本從A到LCA的難度 他只能做A到LCA 他只能做A到LCA 那就要給他 那我給的範圍 我給的例子 我給的例子 問題是 因為MTI 或者JU687 U687 他問的問題是 我給你一顆數 然後 我給你一顆數 跟兩個數 或者說 我從A點走到B 往B點走 就是 他 我本來從B點 往B點走 他問說 我從A點出發走 然後P步的那位置在哪裡 就比如說我P到B要走10步 他就會說我第5步在哪 第7步在哪 那這個東西顯然 顯然不是這個東西能做到嗎 他就是純純的 那這個東西可以拿 這個東西 現在是四角分正數 哦 對 你就把這個DT順便再記一個最小數 我通常記一個最大錢的最小數 四角分正數 因為最大錢也滿足這個金錢 這個跟這個 這條最大錢 這個最大錢 是吧 他也滿足這個金錢 對 順便做 然後他問你 好 沒有的話我建議你們可以去看一下播影片 播影片可能 不扣的